最近,福建南平出了一位绘画奇才,不知道情况的村民们碰到他的杰作,都会被吓一大跳,甚至有的村民连水泥路都不敢乱走了。 他无疑是个异类,在村子里到处挖坑打洞。 墙壁上,水泥地上,甚至在他丈母娘的家门口,到处都有他留下的杰作。 他就是常常被丈母娘追着打的,绘画天才张世仙。 他的画作可以呈现出以假乱真的效果。 马路上一个个巨大的土坑,一条条栩栩如生的大蛇,让不知情的人看了真是捏了一把汗。 不过张世仙都会选择在行人不怎么走的马路上作画,而且拍完画画的照片和视频后,都会用水清洗干净。 他作画的工具非常简单的,只用木炭和粉笔。 这些栩栩如生的楼梯、深坑、陷阱等,其实都是3D立体画。 由于没有专业的老师指导,张世仙都是自习的。 3D画最主要的就是透视和打形。 其他的如上色等过程就很简单了。 虽然刚开始画的画也是平的,不够立体。 但张世仙就自己找资料,不停地琢磨。 为了画好一些圆形的物品,他将自己的身体练成了人体原规。 画好后,他还会自己演示一下,在路障上跳跃。 由于真假难辨,吸引了广大村民的围观。 他画的画就像神笔马良一般的存在。 想画什么就画什么,就是随心所欲地画。 画楼梯、深坑、陷阱都是他的拿手好戏。 由于太过逼真,他画的画曾经影响到交通,给村里造成很大的麻烦了。 不过现在大家都知道了,这个能把3D立体画,画得特别逼真的小伙子。 他也会把这些作品传到网上,现在俨然成了一个网红,受到很多人关注。 也有一些专业学美术画画的,见了他的画作,都痴之以鼻。 认为这些绘画水平连入门都达不到,只是运用3D技巧,吸引人们的眼球。 不过对于这些议论,张世仙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。 普通网友喜欢他的作品,他就觉得有动力去创作。 他并不需要得到专家的认可。 他画画的初衷,也只是自己的爱好而已。 你们这样的一个大幕之后,那么对你大国操作。 我们一起看。 我们去有这样子。